香港歌坛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 涌现出很多优秀歌手 诸如谈张之争的谭永林和张国荣 梅艳芳、四大天王、陈奕迅等等 但要说到香港歌坛地位最高的十位歌手 还真的很难选择 今天就为各位盘点下 排名不分先后 一、林子祥 林子祥被称为香港的铁肺歌王 嗓音极具冲击力和爆发力 他拥有男中音应有的全部 用在高音区衍生上去一大截 很难有歌手像林子祥那样将高音拉到极限 仍不间隙单调且充满气势 他的很多歌曲其他歌手都不敢翻唱 二、许冠杰 年少时许冠杰的家境并不算好 为了生气,举家搬迁 然而在到岗之初 却要靠着传教士施舍的奶粉度日 而因为家中的床位不够 许冠杰的哥哥被迫只能睡在大门口 为此,哥哥每天早上醒来 头发都会被露水打湿 这样的艰苦日子持续了十年 直到1960年 许家全家才搬到了连租房 也不用再为文宝而发愁 也就在这时 许冠杰在课余时间迷上了音乐 而猫王就是他当时的偶像 因为热爱音乐 在上学时 许冠杰还组建过乐队 受当时流行的劈头式影响 他还留过一阵长发 在校园里 在枯燥的读书生中 留着长发的许冠杰 唱着摩登音乐的许冠杰 让人忍不住注目 很快他便成为了一个 小有名气的校园偶像 但是在那个年代 别说是香港的大众了 连父母这样的文艺工作者 都不太能接受新兴的音乐文化 抱着个吉他 留着一头长发 唱着直白的乐语歌曲 这个样子的许冠杰 在父母的眼里 甚至有点不入流的混混模样 而对香港乐坛的发展来说 许冠杰正是那位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时乐语歌曲 只是评头百姓口中 吟唱百味生活的小调 只存在于市井之中 除了乐语和一些民俗乐曲 其他的既不入流 也可以用上不了台面来形容 在音乐创作的过程中 推广与发展乐语歌曲的念头 在许冠杰的心里开始根深蒂固 1971年已经签约 保力金唱片公司的许冠杰 早已发行过几张专辑了 但那一年他要做一个很大的突破 在和哥哥许冠文的合力创作下 一首铁塔凌云问世了 亲切的乐语唱腔和朗朗上口的和谐旋律 瞬间让香港民众对这首歌极具喜爱 这是许冠杰第一首乐语流行歌曲 对他个人而言意义非凡 对香港而言也同样有着特别的意义 铁塔凌云在后来被称为香港港歌 成为香港音乐文化标志性的时代曲 一度被一代又一代的歌手翻唱 而许冠杰也因此开启了乐语歌曲创作的旅程 许冠杰被誉为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 更是现代乐语流行歌曲的鼻祖 对现代乐语歌的推行和发展 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曲风多变歌曲意味深长 三 罗文 香港乐坛教父 没有罗文就没有香港乐坛 既正又妖唯有罗文 这是圈内人给罗文的标签 罗文是金针奖的获得者 这个奖项是香港乐坛的最高荣誉 他是全香港第一位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 也是第一位登上春晚演唱乐语歌的歌手 罗文虽然是广西人 但是在香港乐语乐坛的开篇 罗文功不可没 他的单曲《狮子山下》被评为香港世歌 张徐友 梅艳芳等人坦言 在罗文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罗文以洪亮的嗓子著称 是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香港歌坛有着非凡的地位 演唱过非常多的经典影视金曲 提携过很多后辈 据说林子祥、许冠杰等都向罗文请教过演唱技巧 4.谭永林 谭永林被称为是永远25岁的谭校长 他是80年代香港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音乐像是香港乐坛的一个流动博物馆 记载了期间的荣辱臣服、欢喜沧桑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歌迷 一定不会忘记他和张国荣的谈章之争 5.张国荣 提到谭永林就不得不提张国荣了 虽然张国荣是多西发展的全能巨星 但今天只说歌坛方面 张国荣是香港歌坛第一位全方位能快能慢的男歌手 在舞台上声色异、俱佳 更是第一个打开韩国市场的乐语歌手 还是一位全能音乐人 作曲、作词、制作等等都是信手年来 6.陈百强 陈百强极具贵族气质 因此被歌迷称为强哨 因为音乐天赋极高 可以作词、作曲、编曲 还会多种乐器 也被誉为周身刀 是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多面首 只可惜英年早逝 不然他的成就不会低于上面几位 7.张学友 张学友是继许冠杰之后 被称为的第二代歌神 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先行者 他几乎可以演绎所有音乐类型的作品 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地区 有人曾说 有风吹过的地方 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 可见张学友的地位之高 影响力之大 8.徐晓凤 说完男歌手 说说女歌手 徐晓凤纵横香港乐坛近半个世纪 创下无数记录 他的台风雍容端庄 又不失亲和力 1992年在红堪开演唱会 由于太受欢迎 不得已不断加场 最后连开了43场 创造了香港乐坛的神话 能让天王刘德华双膝跪地膜拜的 怕也只有徐晓凤了 1992年的时候 43岁的徐晓凤 在香港红堪体育馆 连开43场演唱会 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打破 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的实力 这么多场演唱会 他都始终像在录音棚一样稳 从未有过失手 如今的徐晓凤已经70多岁了 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 身材也发福了 即便如此 他身上的气质依旧如当年一般 虽然身边没有丈夫儿女的陪伴 但是徐晓凤仍然把自己的生活 过成了无数人梦想中的样子 也希望他能在最安逸的年纪 好好享受美好的生活 9.珍妮 铁肺歌后 珍妮一年前曾更新了个人社交账号的动态 曝光了自己的最新近况 他还写道 过年了自己剃草 晒晒太阳也不错 照片中 珍妮穿着一身深色衣服 打扮朴素且厚实 尽管她的脸被口罩遮住一半 但仍能看出她保养得不错 皮肤紧致 头发浓密 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了一大截 她开着一台割草机 在宽敞的草坪上割草 动作娴熟 霸气十足 一看就知道 她经常亲力亲为干农活 根据媒体报道 珍妮在17年前 好花3700万 买下了一个别墅和农场 农场占地面积达5万多平米 买下农场后 珍妮也没打算吸引过田园生活 只是想在闲暇时 跟朋友们聚在一起开发农场 没想到经历了前三年 亲自耕种的务农生活后 她彻底爱上了这种 自栽自吃的乐趣 于是她逐渐减少荧幕前的演出 并在2014年后全面吸引回归田园 获上了种菜赶羊的农妇生活 现在67岁的珍妮 70年代已经出道了 凭借着出色的唱功 以及强劲的舞台表现力 她迅速走红娱乐圈 并唱火了铁血担心 世间始终你好 等多首经典金曲 是那个年代数一数二的 乐坛天后级人物 事业顺利的珍妮 感情生活却很不顺 她年轻时曾与少士红星 复生相爱 两人还喜结连理了 遗憾的是 才结婚几年 复生就因意外 永远地离开了珍妮 留下珍妮一个人 忘不了复生的她 没有再谈恋爱 还在复生离开四年后 秘密帮对方 诞下一个孩子 如今两人的孩子 已经长大了 据说成了演唱会制作人 工作能力十分强 完全不用妈妈珍妮操心 而珍妮也终于可以 远离城市的喧嚣 去寻找自己喜爱的生活 有人说 珍妮是至今为止 香港最好的女歌手 她的嗓音出众 屡获金嗓美誉 英语宽广 气势雄厚 曾红遍 港澳东南亚 惠喜儿的珍妮 更是第一位横跨 两岸三地的重量级女歌手 10.梅艳芳 梅艳芳被誉为香港的女儿 可见她的地位之高 当年珍妮连续四季 获得最受欢迎女歌手 这个记录只有梅艳芳能破 梅艳芳讲义气重情义 音乐风格多变 是全球华人个人演唱会 最多女歌手 以上十位香港乐坦地位 最高的歌手 均获得过香港歌坦 最高荣誉金针奖 而大家所熟知的歌坦 厂青树刘德华 却没有上榜 各位对这个榜单认可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